当着执法人员的面 手持大锤暴力拆车 江西这次算是彻底出名了 水箱温度过高谈好1000元的维修费 老板检查后却开出17000元天价 加200块的防冻液能解决的问题 老板却列出了18个配件 准备给货车来个大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024年3月底 大货车司机催某像往常一样走在拉货的路上 然而行程刚到一半 车子却突然出现了高温反水问题 如果继续再开 很可能引发发动机过热等一系列毛病 在高速上很可能出现危险 因此崔某虽然害怕耽误送货时间 却也还是下了高速 准备找个修车店修理一下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会遇到黑店惨被敲诈 由于货车的问题不是很大 所以双方很快谈好了1000元的修车费 崔某看着这个修车店还挺正规的 自己这次运送的货物也被锁在车厢里 不会丢失 因此他就想去旁边抽根烟放松放松 并没有一直看着维修人员的操作 然而 崔某的这种想法显然给了维修人员机会 趁着崔某不注意 维修人员三下五除二的 将大货车上好几个零件拆掉 并且藏了起来 等到崔某再次过来 维修人员就面色凝重地表示 货车的问题不止那么简单 许多零件都需要更换 而后 还没等崔某反应过来 修车店就开出了一张维修单 只见上面写了无数个需要更换的东西 费用加起来一共有一万七千元 这和之前谈下来的价格 简直是天差地别 多了十几倍 崔某立刻意识到 这根本就是一家黑店 他跟维修人员理论起来 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修车店老板 但此人并没有说公道话 而是反过来指责崔某 声称是崔某没提前把车子的问题说清楚 听到这话 崔某当即表示让他交钱也可以 但是 老板要把更换的配件拿出来 虽然拿不出东西 但老板却并不心虚 而是一味地要钱 俗话说猛虎不压地头蛇 想到自己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崔某不准备再跟这些人争辩 想要把车子直接开走 不在这家店修 但当他走近 却发现货车早已被拆得七零八落 维修人员也上前发言 说一手交钱 一手修车 要不崔某就别想把车开走 看到这些人如此嚣张 崔某表示自己要报警寻求帮助 他本以为这样能震慑到修车店 却没想到这群恶人根本不怕执法人员 江西修车厂堪比汉匪窝点 一张简单的一千元车辆维修单 转眼间就升值成了一万七千元 这伙汉匪不仅当着阿瑟的面拆卸轮胎 还公然索要天价修车费 究竟有没有人来管一管 谁能想到 退房时房东提灯定损的事情还没结束 江西就迫不及待又要上分了 货车司机崔某在送货途中 遇到了高温反水的问题 他只能从新余下高速找地方维修 却不想原本谈好的千元费用突然翻了十七倍 为了强迫崔某交钱 修车店还将货车拆了个七零八落 相当于直接扣下了货车和货物 崔某不想吃哑巴亏 也不想错过送货时间 于是就想报警寻求帮助 然而 这伙人却丝毫不觉得害怕 反而当着公职人员的面 又拆掉了货车的车轮 不仅如此 还宣称崔某一天不交钱 一天别想走 这单货也别想送城 或许是觉得这还不够有威慑力 拆车的人还拿着锤子 想要攻击崔某 就这样 崔某在心余滞留了整整五天 一直没能拿回货车 万般无奈之下 崔某只能将此前的一系列遭遇 以视频的形式发布到网上 要知道 租房风波刚过去没多久 江西本就处于风口浪尖 因此 此时立刻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其中包括卡车民间互助组织 为了帮助崔某 他们在网络上不断为其发声的同时 还联络了专业的律师团队 随着网络舆论越来越大 那家吃人不吐骨头的维修店 也被曝光出来 气焰嚣张的店长和维修人员 再也没了之前的底气 只能老老实实地帮崔某 把零件一个个按上去 而江西新余官方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区交通 市场监管 以及公安等一系列部门 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后续会展开深入调查 惩处不公现象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事情到这里 看似是进入了尾声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此事没有在网络上曝光 又或者是曝光之后 没得到那么多关注 问题还能得到解决吗 其实 只要搜索一下就会发现 江西此前就曾出现过 天价修车费事件 当时遇到这件事的还是本地人 前有玉山房东提灯定损报警四折 后有新余修车涨价17倍 不给钱就当着帽子叔叔的面拆车 江西讹人宰客事件频发 为啥这些人敢这么嚣张 事实上 江西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他们不仅给外地人涨价 也给本地人涨价 江西南昌的曾先生 就曾遇到过天价修车费 不过 车友会所给他开出的维修价格是15000 比货车司机催某的17000少了2000块钱 2023年6月 曾先生发现公司的公用车 似乎出了些故障 于是 他照例让人将车辆送到了某车友会所维修 谁知那边的维修人员 却给曾先生打了电话 表示车子的发动机烧了 需要整个换掉 听到这话 曾先生想也没想就说赶紧换 毕竟没有车子用 出去谈生意肯定不方便 为了保证修车质量 曾先生还特意要求 所有零件都要换原装的 而那头的维修人员 也给他打了包票 大约过了十天 车子修好了 曾先生注意到 维修费竟然高达15000元 他心里虽然有疑虑 但也没太过在意 然而 又过了一段时间 曾先生发现车子变速箱的故障灯亮了 他又把车子送到了车友会所 维修人员再次表示 变速箱也要大修 最少需要4000块钱 这次曾先生长了个心眼 他另找了一家修理厂 这才知道只需要用300块钱 换个电容器就能解决问题 为了进一步论证 车友会所修车坑前 曾先生谎称自己弄丢了 上次修理的单具 让车友会所重新开了一份 对比过后他发现 两张单具罗列出的配件 根本不一样 每个账目的收费也有差距 不仅如此 或许是觉得事情已经暴露了 第二张单具上还特意标明了拆车件 要知道 在维修开始之前 曾先生特意叮嘱过他们要用原装件 曾先生顿时感觉自己收到了欺骗 于是 他将车子开到另一家维修厂 调起来做了细致的检查 这边的维修人员告诉曾先生 车子发动机的零件都很旧 根本没有新换上去的痕迹 这表示 车友会所连拆车件都没给曾先生装 于是 曾先生立刻找到车友会所老板进行对质 那边给出的解决方案 却只是补偿曾先生7000块钱 这显然不够合理 面对曾先生的质问 车友会所的老板显然是慌了神 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 表示此前的单具 他这边没有备份 所以 第二张单具只能按照零件的限售价写 价格才会有出入 但是 曾先生显然不会相信这套说辞 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由于曾先生有证据在手 车友会所老板最终败下阵来 承认他在价格方面有造假行为 单具上有些零件 他根本没有采购和安装 发动机也根本没动 并表示愿意将15000元全额退回 但是 不差钱的曾先生并没有接受退款 反而是将此事告知了市场监管部门 他更想让这家车友会所受到严惩 不难发现 曾先生的经历跟货车司机崔某差不多 不过 坑曾先生的车友会所 显然没有坑崔某的修车店那么嚣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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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